好,在看完了生死短片之后,下面来看看四十课的课文部分。 这篇课文的题目叫《海浪》,讲得像一篇科普的文章, 但是却写得非常有文艺份,用了很多比喻和拟人的修词。 咱们先看看第一段,先来看第一段第一句话,请看屏幕。 第一句话说, Wave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ocean and atmosphere, the ongoing signatures of infinity. 这特别拽的句子,他说这句子属于是海浪。 海浪是什么呢? 这个两个画横线的部分,中间有豆号分开的, 都是做are我们的表语。 第一个是,the children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ocean and the atmosphere, 就是海浪是什么什么的产物, 这个children,孩子,派生意,可以翻译成产物。 其实在这儿呢,把它翻译成孩子也行, 那就女人化了,翻译成产物呢, 就女人化的味道没有了,都讲得通。 这是这个搏斗的孩子或搏斗的产物, 什么搏斗? 这个struggle后置的语是between ocean and atmosphere, 这是后置的语修饰这个搏斗。 在什么和什么的搏斗, 一般搭配是struggle between A and B, A和B之间的搏斗。 海浪是大海和大气搏斗、蝉斗的这个孩子。 它是什么呢? 是无限、无穷, 它一直在这里做的标记, 做的记号的签字。 我们用签字,用笔尖在指上, 在签字,在写嘛, 这好像就是无穷的我们大自然, 无穷性的这个力量, 在我们在不停的签字一样, 海浪嘛, 好像在签名一样, 就是无穷的这个标志。 ungoing, 比较持续的一直存在的, 上来做了比喻, 好像大自然是有生命的一样。 这里面我们看看一些搭配, 首先看那个child, 后面一般个off, 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产物, 它不一定表示孩子了, 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产物,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atomic bomb is the child of 20th century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原子弹是20世纪科技发展的产物, 你可以发现成是它的生起来的一个孩子, 这也行, 总而言之是产物, 可以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The romantic movement was the chil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浪漫主运动是大革命的产物, 就是法国了, 浪漫主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法国吗? 浪漫主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就是他生起来的一个孩子, 文文中就是海洋和大气搏斗的产物产生了浪。 另外我们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struggle这个词的后制搭配, 是struggle between A and B, 所谓固定搭配可以记住, 比如经常说的, the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善恶之间的搏斗, 这between A and B, 我们说过good和evil, 咱们在第22课知识和进步中讲过, 这两个词经常连在一块使用, 都是不可数名词, 不是翻译成好的和邪恶的, 就是翻译成善和恶这两个意思, 注意不可数名词, 不再是形容词了, 这是这个搏斗, 并且还是什么呢, the ongoing signatures of infinity, infinity就无限远, 无穷或者时间边, 这个空间的这个无穷境, 什么叫ongoing呢, ongoing就持续存在的, 一直在发生的, ongoing, 有什么呢, continuing to exist or develop, 一直存在或一直在发展, 就持续存在或发展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ongoing, ongoing,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an ongoing debate, 一直在持续的这么一次辩论会, debate可以表现正式的辩论会, an ongoing discussion, 正在持续之中的这么一个讨论, 一直在持续, 或者说an ongoing process, 一个正在持续之中的这么一个过程, 没有结束, 依然在持续之中, 叫ongoing, 再比如说,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警方的这个调查, 依然在持续之中, 没有结束, 这也用ongoing, 第一个做了定语, 第二个做了表语, 它的位置灵活, 再比如说, training is part of our ongoing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我说这个训练是什么呢, 是我们一直在持续的, 这个职业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个一直在持续之中的, 叫ongoing, 百分之中也是一直在持续的, 没有中断的, 这个signature, 签名, 签字, 就无穷的这个大自然, 在不停地在签字, 好像用笔在水面上在写字一样, 这海浪是这么一个常物, 写得很有美, 第二句话依然有你人的味道, 咱们看第二句话它怎么说, raise from the sun, excite and energize the atmosphere of the earth, awakening it to flow, to movement, to rhythm, to life, 写得很漂亮, 来自于太阳的光线, 这个ray表示一道一道狭长的光线, 如果用light表示光, 光线, 不可数名词, 但ray很特殊, 这个词是可数的, 来自于太阳的一道的光线, excite表示使兴奋起来, energize表示给它能量, 那么使我们地球的大气, 兴奋起来赋予能量, 然后awakening it, 这it还是指前面atmosphere, 使这个大气怎么样呢, 什么叫大气awaken, 经常跟just to答备, awake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后面叫to, 就是使某人唤醒, 使他意识到了这么一个东西, 使大气开始觉醒, 开始干嘛呢, 来流动, 大气开始流动, 来移动to movement, 来出现了节奏, 使大气给他赋予了生命, to life, 注意这个to是借识, 是借识, 这里边也是有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下, 第一个就先看看这个ray, 注意, 这个词表的光线很特殊, 它是可数名词, 就是a straight narrow beam of light, from the sun or moon, 这beam就是一个狭长的这么一道, 一个笔直的很狭长的这么一道光, 来自太阳的或月亮的这么一道光, 叫做ray, 就光线了就好了, 注意可数名词, 那边是x rays, 我们常说的x光, 我们去医院, 看骨头是不是说了, 也要照x光, 还有叫ultraviolet rays, 紫外线, 一道一道的光线, 是可数名词, 再比如说, the room darkened, as a cloud hit the sun's rays, 这个当一块云彩, 遮住了太阳的光线的时候, 房间暗了下来, 这个ray注意, 表示光线, 是可数名词, 本文中说来自于太阳的光, 注意那个light是不可数, 但是ray是可数的, 那么excite, 就刺激使兴奋起来, 还有energize, energize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看它的解释, 就使某人充满了能量或者热情, 它不就来自energy这个词吗, 对吧, 就是to make someone feel full of energy, or enthusiasm, 使某人觉得充满了能量, 或充满热情, 就是energize,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nergize, 有这个意思, 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 refreshing and energizing fruit drink, 一个refreshing, 使人神清气爽的, 并且赋予我们充沛体力的, 这么一杯果汁饮料, 喝完以后, 精神为之一阵, 浑身充满了这个能量, 本文中就是, 什么这个太阳光线, 使得大气开始兴奋起来了, 充满了能量, 然后awakening it, awakening it, awakening, 是来自于唤醒, awaken, 在这里, 是这个可以看作非味动词, 可以看作结果状欲的, 那么就是, 富裕大气能力之后, 结果是什么呢, 使他开始做这个事, 这个awaken somebody, 我们经常跟这次to, 这固定搭配, awaken somebody to something, 就call somebody to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使某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事, 使大气开始意识到, 我要做这个事来, 使某人开始意识到, awaken把它叫唤醒的意思嘛, 这个很好记, 我们看一些例子, awaken society to the dangers of drugs, 唤醒社会, 意识到毒品的危害, 对吧, 使社会意识到这个事, 再边说, During the 1930s, Churchill tried to awaken the British people to the need of rearmament, 在20世纪30年代, 就1930年, 当时丘吉尔设法, 使英国人民意识到, 重新武装起来的这个需要, 就是兄民意识到, 需要重新武装起来, 这个需要可以当动词来翻译, rearmament就重新武装, 来自armament, 武装起来, 再边说, It has awakened millions to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danger of fascism, 我说这个事怎么样呢, 使百万人的人意识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法西斯主义危险, 它的数百万人具备了,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的, 这种政治觉悟, 还有对这个危险的这个关注, 这个承认, 这个awaken somebody to, 使某人意识到了某个事, 使某人明白了这么一个事, 本文中就是嘛, 来自于太阳的光, 使大气开始兴奋, 使它充满能量, 那么使得唤醒它, 使得意识到, 我可以做这个事, 使它开始在流动, 再来回移动, 使它充满节律, 使它充满了生命力, 这是, 先是太阳光, 使大气开始, 其实说白了就是太阳光线的一热, 大气开始流动, 它说的跟诗歌一样, 其实这事说的很简单, 就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 这个风又引起了海, 大海上起了浪花, 这解释为什么有海浪, 写得像诗歌一样优美, 咱们看第三句, 大气开始流动之后, 有什么后果呢, 当然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还差一个词, 咱们看个rhythm这个词, 就to rhythm, 节奏这个词, 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rhythm, rhythm, 这表示节奏, 可数或者不可数都行, 在本文中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没有出具体什么什么节奏, 不可数是可以的, 比如说, the steady rhythm of her heartbeat, 这女孩子心脏跳动的, 持续稳定的这个节奏, 什么什么的节奏, 后面可以加节奏off, steady就稳定了, she started moving to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这个随着什么什么的节奏, 前面节奏加to, 什么什么的节奏还是叫off, 这个它开始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 开始移动运动, 音乐有节奏, 它跟着音乐动起来了, 就这么一个, 当然随着什么什么, 注意后面加节奏加to, 不要加with, let's dance to the music, 让我们随着音乐跳舞吧, 不要说with the music, 那是跟音乐一块跳舞了, 随着加to就好了, 这是节奏, 好, 这是太阳光一热, 使大气开始流动, 那么有什么后果呢, 咱们看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The wind then speaks the message of the sun to the sun to the sea, and the sea transmits it on through waves, an ancient, an ancient, exclusive, powerful message, 说的很优美, 然后风, 就大气运动起来, 不就是开始运动之后就风, 风又把太阳的讯息, 信息, 说给大海来听, 就是风, 把太阳光的能量又传给大海了, 说给大海来听, and, 并列联词, 然后大海怎么, the sea transmits it, 大海又传播这个信息, 这个it, 就是指前面那个the message of the sun, 太阳的信息, 那么通过什么, 通过海浪的形式来传播, 后面加个复色on, 是继续下去, 继续传播下去, 通过海浪来继续传播下去这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破证号后面是做前面那个it, 也就是做the message of the sun的同位语, 一个古老的, 还有呢, 精致的, 高雅的, 强有力的这个信息, 其实这个就是一开始说了海浪呢, 这大概的起因, 怎么回事呢, 就太阳光呢, 一照射, 这大气开始流动, 大气流动之后呢, 又它传播到海洋里面, 那风一吹, 海就起, 风起浪嘛, 风一一, 这个阴风刮起浪, 就这么一个事, 但是作者标述的, 很理人化, 很漂亮, 很优美,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咱们看一看这个speak, 我们说speak, 一般来说, 除非说说某种语言, 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speak一般是不加编语的, 因为say一般加编语, 但注意speak, 是可以表示说什么什么话, 可以加编语, 这个时候呢, 它是相当于to say or to state something, 就说或者声称, 这个某式, speak, 这个时候可以跟say一样, 可以加编语的, 它比较特殊, 它并不像say, say几乎一定要加编语, 而speak加不加都行, 它在这儿当极无动词, 跟say是一样的, 我们看几个例子, 好, 我们下面看看speak当极无动词的几个例子, 比如说, she was clearly speaking the truth, 它显然说实话了, 这个speak是极无动词, he spoke the final words of the play, 他说出了这部戏剧最后的台词, 最后的几个字, 这是说出的意思, 当极无动词, 再比较说, he spoke only two words of the whole evening, 他整个一晚上就说了两个字, 这表示说, 这个speak跟say是类似的, 所以本文中呢, 然后呢, 这个风说出了太阳的信息, 说给大海来听, 然后大海呢, 通过海浪又继续传播这个信息, 古老的, 精美高雅的, 强有力的这么一个信息, 第一段结束, 像写诗一样, 非常优美, 第二段描述, 海浪可没有这么简单, 海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 咱们一会看第二段, 第一段跟老师先学到这儿,